最前线带您关心捷运又发生了民众落轨意外 北杰表示捷运蓝线土城站在下午4点38分 有一名旅客落轨 北杰刚刚表示土城站旅客跳入轨道的事件已经排除了 在下午的5点39分恢复正常营运 北杰也说这名乘客在列车进入土城站之前跳轨 跳轨民众确定是一名男性 大约是50岁 目前已经送往亚东医院查看 下午4点